密室已经结束了 从密室出来之后 我们还是先了解一下 两位当事人 现在的一些想法 好不好 包先生先说 还是 还是回到洋内吧 好好的孤日子 还没大家回去 不要再计较以前的事了 反正 从自身改变一下吧 感情生活吧 可以上上步啊 跳跳观察舞啊 这种生活啊 因为以前呢 我们也是两样 也是经常也出去的 就是后来发生这种事情嘛 以后嘛 健身房也不去了 观察舞也不跳了 你陪他一块跳吗 是的 你会跳吗 我会跳 当然希望他 对吧 也都能理解理解我 自己嘛 肯定以后 也会爱好自己 然后更有能力 爱好老公和孩子 看一下给你们 你的这份协议 第一 南方承诺 以后多与妻子 沟通交流 多表达情感 共同建设好 家庭情感文化 第二 南方承诺 会积极努力 经营好生意 在大金额的生意往来中 跟妻子商量 共同决定 回去后 尽快妥善解决 债务回收问题 第三 女方承诺 多给南方空间 不过多的干涉 南方的经营和业务生活 以后培养自己的朋友圈 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 打造好一个温馨和美的家庭 包先生 有问题吗 没问题 费女士呢 没问题 好 大家签字了 当费女士和包先生 在协议书上 同时签下自己的名字 当调解员胡建云 在协议书上 郑重地盖完章后 待在场下的小包 突然起身 她走到了父母身边 做出了一个举动 谢谢金牌调解老师们 你们真的很辛苦 原来只是在电视上 只能是看着别人 现在真真切切体会到 你们在为我们老板系付出 我真的非常感谢你 我问一下你们两位 你们觉得为什么女儿 走过去什么也没说 就把你们俩手牵在一起 这是为什么包先生 因为女儿一直希望 我们俩这样子走下去的 手牵手 胜过那些语言 既然你不善于表达 就牵手 好好跟她走 牵着女儿一起回家 我要温温的幸福 能抵挡默语的繁荤 不得不说 包先生一直以来都认为妻子来到这里 是为了打响一场惊天动地的财产保卫战 废女士和她的女儿却始终强调 他们要打的是一场真真切切的情感保卫战 而我们希望通过这场条件 包先生能够明白一个道理 男人在外面打听纵然十分辛苦 也为家庭创造了巨额的财富 但无论你在外面付出了多少 请一定不要忽略了 守在家里的妻子和孩子 因为他们一直都在用全部的爱 等待你的归来 而你只有用真诚去迎合他们的爱 这个家的幸福 才能持续下去 直到永远